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你左轉的時候 你要先 他有左轉到嗎 你從外面繞進來 他這個罰多少 應該是六百塊吧 當下我們員警 並不釋出他特別的身分 只是把它視為一般的違規民眾 只是舉罰單簽完名之後 然後他才聯想起來 好像這個名字是某個偶像團體 藝人春風 十九號下午兩點多 開著黑色寶石節 行進台中北屯路太原路口 因為違規左轉被女警攔下 只是女警執法過程 沒有認出駕駛是大明星 直到返回隊上才扼晚 沒有要到簽名 但有網友笑說 春風的簽名早就現在罰單上了 而春風遭罰也回應 警察大人辛苦了 以後會更注意安全